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人工智慧 但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要把人工智慧呢 要和机器人的合联合起来 一般来说机器人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模拟人的样子 有手有脚 有头有脸 看的话它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动 这样的机器人需要的技术是什么 我们今天将这些这个已经够的聪明的 也非常厉害的机器人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高速的网路呢 像注入一些有关人工智慧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些人工智慧呢 可以打败齐王的高度的智慧的AlphaGo IBM的深蓝 像这样说两个技术的一个结合呢 我们会想象不到 它们到底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今天呢 我请到在JPL任职的 严正严博士到我们节目来 和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的这个技术呢 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什么地步 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的 那我们心里有个准备 可以来欢迎这个一个大的一个 人工智慧的一个大浪到我们的前面来 严正严博士你好 你好 欢迎您回到我们进华之声 科技与生活谈话节目 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问声好 好不好 好好好 那顺便也介绍一下自己 当然 各位听众我叫严正 我是台湾屏东出身 台北长大 我1983年清华数学系毕业 以后呢 我到美国的爱华大学进修 1990年取得博士学位 然后1998年我加入这个美国太空总数JPL 然后我从事的都是火星的探测工作 那我参与了操控精神号和机会号 然后现在的好奇号 目前呢 我是负责JPL的机器人操控 就是robotic operation的group的负责人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空中与各位见面 非常好非常好 我们可以谈东西应该是说是非常多 这个我先讲第一个就是robotics 机器人 robot定义的问题 robot如果说你去查它的话 其实robot就是一个computer 这个computer呢 它可以carry out 这个非常complex的动作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机器人 其实早在60年代就有人开始 从有computer以后就开始了 我记得我们在JPL 一开始在做research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叫做blue robot 它呢就是一个大大的车子 大概几顿重 然后上面摆了一台大大的computer 那是那时候大概就是光是computer 就占它的车子的一半的重 那其实就是说你把一个机器一个computer呢 配上了一些可以move的parts 它可以做一些工作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就是robot 最早 为什么叫机器人呢 因为它的它可以第一个它要有一些 它能像人一样去做一些比较复杂性高的动作 我们讲讲最简单的一开始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做roomba 大家就在这个家里面用这个吸尘器的机器人 那第一个呢 他的founder也是当初也是在JPL做事的人 他的真正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说他要知道的是说我怎么样用一个computer的一个机器呢 能够把我的整个room呢都把它吸尘了 所以这个呢 这个动作其实叫做mapping 你的机器里面呢 这个roomba里面呢 它有一个整个房间的地图一样 他从不知道这个地图是什么 开始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房间呢 都把它整个角落都把它cover 现在很多像这个同样的原理呢 用在呢 譬如说现在的这个飞行器里面 这所谓的无人机 它去map 它去把所有的像现在加州有很多大火烧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要怎么样配置我的水源 我先要知道说哪边有火 所以说呢 我们就就飞一些这个drone 就是无人的机呢 我们一次可以飞出去好几台四几台 然后呢 每一个都传回到他的用网络的传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掌控全局 像类似像这种东西是 就是说现在机器人运用的一个 一个极端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机器人运用是很具想象力啦 因为我们从这个auto industry 我们就讲说做车汽车的 福特第一个做的这个生产线 福特之所以说成为福特厂 是因为他一百年前开的这个 就是production line 所以说他这个动线 一个人做一点点小的事情 整个车子从头到输展袋 从头到尾就把车子做出来了 那你那些动作都是很简单的动作呢 每一个动作上面都可以用 所谓industrial工业用的机器手背 就做那个动作 那个运用是很早的运用 但是呢 这个运用呢 受到的局限 因为当初的computer呢 他的速度不够 他也没办法去 有足够的sensor去做别的事情 那现在呢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呢 就是工业用的机器人手背 我知道一家在Massachusetts Boston一家公司 他基本上呢 美国人说 哦这个现在 你看我们这个拼这个工业 就是做工呢 现在不如中国人厉害啦 对不对 印度人也比我们做厉害啦 那些人他们又cheap 然后又快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那边做一个机器人呢 比这些工人还要便宜的 所以他们呢 有做一家公司在做的 这是一个MIT的一个professor 设的 又把我们这个JPL的几个人 就是延揽过去 他们希望做出来一个机器手背呢 就是这种工业用的机器人呢 只要两千块钱美金 那所以说 那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现在的 这个就是说computer的速度啦 sensor的速度 你看你手上的手机 你看有多少computer power 如果说你把手机摆在一个机器人的上面 你跟他能够用手机去communicate的话 你想想看你可以用在你家里面做到什么样程度 这个运用是就是升级呢 在过去十年 就是差不多十年的功夫 大家可以去想象 如果说我有一个动作自如的一个机器人 就算他笨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有一个手机 我可以跟他谈我可以知道他从他那边做什么 就像我们在火星上面看到火星车在那里 虽然我们从火星车的照片那影像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所谓的situation awareness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去操控他 那现在的话这么发达的networking啊 这个sensing啊 你家里面有好几台这个这个webcam 你都知道 你完全知道说你可以叫一个人做什么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机器人对家用啊 工业用啊 这些未来的想象力是很大很大的 这个每天大概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对 比如像说我们现在有比较像在google home 对 对不对 你给他一个mini 然后他就接受你mini 把家里的灯就给按下来 对 把门打开 把你的炉子可以就消起来 对对对 那最主要是说你如果说你要设计一个机器人呢 其实最难的我记得那这个大概都是差不多八九年以前 最难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他可以上下楼梯 如果说你想想看你有机器人哈 我们现在很多的就像我们现在在JPL里面的工作 以前的机器人呢就像如果说是在生产链上面的话 那那些他做的东西都很是很简单的动作 这computer的速度又快了 机器人呢能够用他的其他的仪器呢 告诉他自己的self awareness又高了 你如果说给他更多的功能的话他就会跳极的对不对 以后我们下一代的人很快不要不要多久10年20年可能所有那些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去取代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大家觉得我觉得会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大家去思考对那我们先暂时停一下回到你提到这个人工智慧 什么叫人工智慧 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自己自主的去做决定 对不对就是他从他得到的这些资讯里面呢他可以提炼出来他想要知道的东西然后做这个决定 所以这就是因为是人工的嘛啊不是一个自然来的不是像一个一个猴子啦什么什么来的 所以他就变成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啊因为computer呢在我们以前的理论里面呢 我们以前的认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什么program啊fortran开始啊什么的 所以都是人去program他的 那现在呢就说基本上computer如果说有一个computer他不需要你再去program他了 他自己就可以去program他自己就是自己可以学东西 学东西learning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对不对 我们现在现在讲人工智慧其实最大的很多都是开始从learning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做这些啊所谓很多很多资讯 我怎么样找出这个patternmatching pattern像这种类似这种东西 看起来你说你说讲的这个机器人跟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很大的东西都是看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发发达不发达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人工智慧要能够学习 那为什么不能不能够把人工智慧这些东西这个大脑放在机器人上面呢 还说是一定现在目前为止这个人工智慧的机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邓凯雄你讲到一个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说第一个人工智慧他需要很大质量质量的这个资讯然后make decision 所以呢像以前那个我们提到那个blue rover他那个computer就占了他的重量一半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做到机体电路了这些东西研究的发展的过程呢 可以把它缩小缩小缩小到的也好但是你说小到再怎么小呢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去让这些这个这种这么快的一个机体电路的computer 就是你需要很大的power电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一个自主的人对不对就像人一样你看你看人啊 其实真正消耗人里面最大的这个energy的是你的脑因为你的脑需要很大的功能但是呢你一些行动呢你还是需要一些这所谓的power啊 所以像现在我们刚刚讲说这个drawn啊这个飞行器这种现在最厉害的飞行器大概就飞个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吧 没办法非常长对你要因为你要轻嘛那你只能带电池哦对了你太重你飞不起来嘛对所以说现在一个很重要一个其实研究的重点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就让这个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 但是机器人他所需要的都是所谓的power都是从电来的啦所以他一定需要这些power的issue这power的issue呢他又不能够用 譬如说现在你能不能用像人是吃东西啦他把它变成化学的能量然后他把它整个就说你你需要这么样一套system是怎么样得到能量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power的research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火星车知道我们这个这个passfinder那个那个小车子他是solo power 那他一下他90天就死掉因为他太多尘埃了他没办法能摄取到这个能量那就没有了精神号 他也是一样跛脚了那在冬天的时候他的太阳板呢正好没有办法跟太阳直射所以这个能量不够他也就没有 所以机器人是会就说他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他是无敌无啊他他其实他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对啊如果你机器人如果是一个放在一个地方不动的话那你当然就很容易插个电线上去对就那就不是问题了啦所以有有些人他就把这些blur啦其实就是讲学术一点就说他就讲一些假设我只是写一个程式机器人的程式他就他只是software 所以softrobotics当然就softrobotics还有他硬体式这些东西都有我觉得重点就是说现在机器人的局限是如何让他继续的勾引对不对我们讲说自主性什么东西都是有蛮有极限性的但是他到底不是一个所谓的生命他还没办法去自己去说哦我看到那个是是我可以用的电对不对 他如果说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他就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intelligence对他不能说一面走发现哎这是我要吃的hamburger 对对对对对对那那么来讲的话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再稍微讨论一下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为止再过十年二十年可能完全不一样对这个人工智慧到底人工智慧的技术在什么东西你刚提到了这个大数据啦 收集的信号啦我们是不是搬这个东西啦稍微再讨论一下我想听众们就会有一个想法就说哦人工智慧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人工智慧他基本上是从很多很多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来的在我自己觉得呢就说所谓的人工智慧呢他就是把人的一些我们讲说人是有智慧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如说人有语言那语言呢 就是说你去看人类的发展的史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人呢他的脑他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譬如说讲说pattern matching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字呢跟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图像判别一样对就是像这种所以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假设我们怎么样把图像判别这个智慧呢给这个这个机器好那我自己经历的呢就是我们在火星上面有这个他每次送下来的照片呢 因为现在在好奇号呢他的轮子呢常常会被那个尖锐的石头呢小石头呢扎动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去用图像呢去来决定我们到底要怎么走 其实这件事情呢就用了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个方法我们呢做法就是说你你用人工智慧呢就是用computer去给他看几千张几万张的图 然后告诉他每一次就是我们叫做learning set learning deep learning 这些algorithm 怎么去学习对那你用现在的computer architecture呢你可以做到说让这个computer去学到这些pattern是什么 这些pattern是很尖锐的小石头这些pattern是很smooth的杀这些pattern是大的boulder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他就马上就可以告诉那个machine 这个是红区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尖的小石头这个是绿区所以是很smooth的啊这个是蓝区等等等等所以这我们我们叫做terrain classifier 像这些东西是要在照的照片传回地球来做分析那还是说你在上面的车子就可以做分析 所以这就是刚才当开兄你问的就说因为这些处理的需要很大的能量对不对那你你开始learn的话你这个车子上面你怎么去learn它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而且就是run这个光是你把它做好了然后把它upload上去的话 他需要的需要computer power太大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多的memory去让那个因为我们在车上的computer呢 他比这个iphone差很多很多层次的低的这个处理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我的iphone上面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没有错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车子有足够的能量足够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上车上他在火星上他就自己可以决定往哪边走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办这个题目就讲的一般科技来啊因为提到了这方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觉得怎么样 比如当初用电电来讲是对我们现在今天说如果没有电日子会怎么样不能过了不是说是这个不方便是不能过了 当初有电的时候电会电死人 对对对对是是没有错这个你讲这个例子是我想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是有两派人啊一派就是我刚讲的就是说像我自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悲观型的 就说要先设一些法令啊什么来规划这个那有一些比较乐观型的就像你刚描述的对不对这些科技的话就是的确是对人是生活啦或是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发展啊等等 是会有它一定的好处的是对我可以想象出来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不见每个人都会想这样的我就说我们现在来讲一天一个礼拜还是工作五天 希望将来工作四天工作三天我们办这个时间呢多少点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这日常生活的东西来讲呢可能就越来越少想象不出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洗衣机 所以你跟我还在河边洗衣服这个不可想象出来尤其是这些一些父女们各想象不出来所以大家更有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对但是同样的我可以跟你用同样的例子讲所以以后你的衣服所有东西都是要都是机器人去做了也不是说你工作五天呢还是四天呢还是一粒一休呢还是一个什么你全部都修了你不用去了 那时候那时候是那就是另外一回光景就说其实我们机器人的就说这东东西当然就说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 happy media 不过就说这就是就是推断了因为我个人呢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就像我讲的就说因为我接触到这些机器人的 ai 的研究呢我觉得这个东西 break through 不是很很远 是我这一辈子可以看得到的当你有这些break through 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你可以看看你讲的大概是八九不离十我觉得是很有这个依据的我们今天时间到了OK差不多到了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们做一个差不多 我讲了好的东西了又是人工智慧又是机器人来做一个整个结论好吗 好是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各位在这个空中见面呢谢谢呢邓凯雄来邀请我 那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呢我知道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的未来呢基本上会引发另外一波呢叫做第四个工业革命的这种波 那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中间呢能够得到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会什么发生 当然没有人有这个这个 crystal ball 知道未来是什么 不过呢基本上我是建议你呢多多去涉猎这一方面的知识呢 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带引到人类会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 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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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会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们发展科技这个呢跟这个人的继续发展呢 其实到最后可能会分掉扬镳也可能会在一起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让科技的发展跟人的永续发展在这个地球上呢是是共进的 而不是分到扬镳的 也要感谢你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多思考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不是说今天你想做研究出来的这个结果对人类某些东西有所伤害的话 你也稍微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是 跟我们的环境一样 是 你刚刚是把这个车子开得你高兴 你产生太多二氧化碳 那造成这个全世界的暖化的话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你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美国太空总署JPL原子国师到科技的生活来 谈谈我们机器人和人工智慧 我们个人的意义良多 我希望我们当中的跟我一样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 希望你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回来 那当然一定 谢谢 本节目科剧生活是由刘登凯 王兴怡 杨雪 赵孟文 陈一谦和吴玉硕 共同制作主持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拜拜